今天的反彈是看到之前科技股也跌得多 其中一種大家都很心傷的就是快手1024 其實它今早就再創過上市之後的新低 不過低位建完145元之後就急彈 今天公司有兩個消息 第一就是今早就公佈了一個架構調整 另外內地也有報導說到 快手有一個短視頻大賽叫做一拍盛名 活動整體的曝光率就達到311億的人次 其實你又怎樣看快手後市的表現呢? 為什麼快手會搞成這樣呢? 我們可以先看看 因為在講回當時 最初快手上市的時候 上市價其實是115元而已 即是說現在其實 比起上市價來講其實還是在升 那最誇張是怎樣呢? 它上市價的15元 那最高曾經是彈到417元 很誇張了 那所以呢 那時候已經說估值是貴到 即是太普了 那太誇張了 那跟著所以呢 就在殺估值的情況之下 一路跌下來 那跌到現在大概100位就看到反彈了 那我覺得呢 估值是貴的 那但是去到現在這個水平 由最高位417元 跌到140元已經是跌了成六成半的了 就是說成績最高位現在剩下三成左右 那也都距離的超股價其實已經不遠了 超股價當年就是在說115元 那現在就 在說165元其實就不是相差太多的 那所以呢 在這些低位上呢 開始也是這個 剛才所說的利好消息 Wendy你提到的了 那就是個瀏覽人數多了 那借這個消息反彈 那如果技術上來說 在這些位置可以彈的話呢 有機會可能 這條50天線都可以的 就是說暫時來說呢 有機會看看可不可以上 大概200元這些位置 嗯 就是投資者都可以留意著 那如果是他來投資者都可以去做 這個位置 可不可以了 是 一個地點 超級營業主工作人物 。 如果是 5、5、6、6、6、7、7、10、2、3、7、7、7、10、10,000 那是 快到了 快到了 可以了 那一定贏 我 快到了 快到了 快到了